吳俊瑋 背號94號訴求派的右頭喔 要來接替先發樓手米蘭達 范國城上來打第一球游擊防區 江坤宇單手接到快傳一壘 抓到了出局數 充足的火力支援了 嗯 昨天是蔡理哲 今天則是輪到吳俊瑋 一號一壞 這個球再投王震堂 王震堂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遭到陳文傑的接殺 那個球是有一點在外側拉打過 對的局球點沒有抓得那麼好 發揮確實是上半季了 中信攻城略 一號一壞 這棒打進場內穿了出去 石翔宇 本季的第一次先發 王盛偉給拉上來了 讓 訴求的對決 那鄭凱倫跟李志昌 其實在開季的時候 都有一點 喘一口氣啊 兩號兩號的情況下 打進場內 江坤宇接到球之後 電步傳向一壘 六傳三的刺殺 三人出局 結束了八局上半 撲爆漢家的進攻 有一次喔 連續三天的出賽喔 當然 不是這樣希望齁 這樣是更換的代打 原本是輪到張冠廷 但現在變成是余生 連三天出賽 再一個系列 不能任何閃失啊 兩號一壞 繼續平穩 拿到出局數 打進場內一二壘之間 許志勇接到球之後 拋給下球不位的李正昌 一出局 現在要來挑戰中心兄弟的 終結者 打第一球 中間方向 陳文傑往後退 再往前 找到飛球落點 完成接 對 今天是陸續解決了 代打的余生旭 還有第一棒的李宗賢 一好球之後 再來一個變化球 投手正面 李正昌自己籃到之後 跑給一壘手 三人出局 比賽結束 哇 李正昌 可能要觀察一下 被這個球打到的部位怎麼樣 但無論如何 中心兄弟的終結者 是成功的關門 4比3 中心 一分差打敗部門 在系列賽橫掃對手 同時在本週 四戰全勝